朋友们好,欢迎收听阿清的故事,喜欢记得帮忙点赞订阅评论下,这期继续分享第59篇。 怎么会这样?丁长生还是不明白杨晓的意思。 我想,他恐怕还没有从那次事件的阴影里走出来,他现在很害怕和外界接触,对谁都不相信,现在连琴琴叫他出去玩,他也不去,长期下去,还不得精神出毛病。 杨晓说道,丁长生没说话,但是杨晓继续说的话让丁长生有点为难。 小丁,你要是有时间,能不能来家里看看他,如果可能,也可以和琴琴一起叫他出去玩玩,你救了他,我觉得他对你应该是有信心的。 在这种情况下,杨晓的要求丁长生很难拒绝,但是无论怎么样,不能不给组织部长夫人面子, 更何况丁长生以后还要在湖州混,虽然自己上面有仲华罩着,但是有更高一级的顾青山不是更好吗? 而且,顾青山比仲华的级别高,应该说在这一选择上,仲华和顾青山发生利益冲突的可能性不是很大, 所以丁长生认为,接近顾家也是自己在湖州继续工作下去的一个很好的平台。 那好,以后也别叫杨院长,我现在基本上就是一个全职主妇了,已经不在京剧院工作了,叫我杨姨就行,你和晴晴以后常来家里玩。 哎,我就住了,杨姨。 丁长生乖巧地说道, 嗯,好,快进去吧,他们该等急了。 杨小说道, 看起来屋里三个人的谈话进行得不错,至少表面上看来是兵主敬欢,不一会。 服务员就开始上菜了,这一顿饭一直吃到了晚上九点多。 仲华和唐玲玲先将顾青山一家送走了,然后各自乘车离开,仲华来的时候是打车来的, 就是为了不让别人知道他去哪里了,到现在也没有找到一个合适的司机, 自己想用车还得是小车搬出车,这样仲华想干点什么事很不方便。 觉得顾部长这个人怎么样? 仲华坐在后面,闭着眼,以使自己能够舒服一点,今晚喝了不少酒, 到现在胃里已经是翻江倒海了,只有这样静静地坐着,肚里才能舒服些。 老辣成精了,丁长生聊聊几个字概括道, 嗯,但是总体感觉这个人还是很正直的,而且在湖州官场上这样的人不多。 而且奇怪的是,书记和组织部长居然不是一路的,这倒是很奇特了。 仲华很有点不懂,但是民间传说组织部长和市长也不是一路, 很有点三足鼎立的架势,但是毫无疑问,他这一族是最弱的,他是谁的人? 仲华自言自语道,仲华之前有仲锋羊在前面撑着, 所以很少去主动考虑自己上面哪一个官员的出身来历。 但是现在不同往日了,仲锋羊离去,这之后将是仲华自己成长的开始, 从另一个方面来说。 这未尝不是一件好事,仲华迟早要独立成长, 不可能永远未缩在仲锋羊的羽翼之下。 由于和顾青山打交道的时候不多, 所以来湖州之后,他也没有往这方面考虑。 直到顾青山通过唐玲玲找到自己,他这才真正审视这个组织部长。 不得不说,在这方面,仲华的少爷气息太重了, 好像是上一届市长的人。 丁长生及时提醒道,上一届市长,省政协的副主席李鸿斌。 嗯,好像是,不过李鸿斌好像到了政协之后一直并修, 基本上已经不怎么出来了。 所以,顾部长等于失去了最后的依靠了, 或许省里也有平衡的意思。 所以一直让一个刺头组织部长在湖州存在, 要不然,早把这个刺拔了。 仲华睁开眼,看着开车的丁长生, 欣赏之色毫不掩饰。 有时候这小子真的会给自己带来惊喜, 事事好像都能想得到。 这样的人做秘书在和事不过, 不单单是一个心思细腻的问题。 这样的人永远都能从戏之末节里猜到领导需要什么, 单单这个灵动静就让人用着很顺手。 可是他没有说什么, 慢慢又合上了眼。 他知道,只要自己说需要丁长生回来当秘书, 丁长生肯定会回来, 但是他现在已经锻炼的独当一面, 再招回来做秘书。 这是党人家的前程, 他不能这么做。 回家之后, 顾小萌静直回了自己的房间, 连句晚安的话都没说, 养小不由的直皱眉。 他想喊住女儿说句话, 但是顾青山悄悄拉了他一下, 摇摇头, 什么都没说。 在晚上的宴会上也是如此, 除了和唐晴晴说了几句话之外, 也是一直闷着, 吃了点东西之后, 就在那里玩手机, 好像外界发生的事和他一点关系都没有。 算了, 顺其自然吧, 那次的事对他打击太大了, 是我这个做父亲的无能, 一直没有查出是什么人干的, 到现在这桩案子倒成了悬案了, 真是讽刺啊。 一个市的组织部长连自己的孩子都保护不了, 我真是失败啊。 顾青山脸色很难堪, 抓起桌子上的一杯凉茶灌进了肚子里, 冰凉的感觉直插心肺, 他躁动的感觉才稍微好点。 青山, 我害怕, 我怕, 杨小犹豫地说道, 你怕什么? 顾青山脸色一沉, 问道, 我怕这样下去, 这孩子就废了, 以前什么样, 现在什么样, 照这样下去, 这孩子不得抑郁症, 也会慢慢和外界脱离的, 到时候我们都老了, 该怎么办啊? 杨小终于说出了自己的担心, 其实这种担心一点都不为过, 像顾小萌这样一直宅在家里, 早晚都会出毛病的。 那你说该怎么办, 他现在这样子, 谁还敢和他交往, 连琴琴来的次数都少了。 一听老婆这样说, 顾青山也是内心一沉, 种种不祥的预感, 开始充斥着他的脑海, 一下子就觉得有点头晕, 没等杨小, 问他怎么了, 他就一头歪在了沙发上。 仲华也是第二天才知道, 昨晚顾青山高血压犯了, 一下子晕过去了, 并且住院了。 丁长生则是从唐青青那里听说的, 他一直埋怨昨晚丁长生一个劲的敬酒, 是喝酒喝的。 丁长生立刻给仲华打了个电话, 顺便也是问问要不要去医院看看, 仲华沉吟了一会说, 他就不嫌过去了, 让丁长生先过去看看, 毕竟顾青山这一病, 从到医院探望的人, 就可以看出顾青山的基本圈子。 本来打算最近就和顾青山一起去一趟省城的, 但是现在看起来要拖延几日了, 而他刚刚和顾青山挂上钩, 还不想让太多人知道, 自己如果这个时候去医院, 肯定会让人看出什么端倪。 其实仲华是过于小心了, 他不知道的是, 昨晚在嘉年华酒店吃饭的事情, 已经被人看得清清楚楚, 并且报给了蒋海洋。 你确定看清楚了? 没有错。 当谭大庆的一个手下在大厅里看见顾青山带着唐玲玲, 仲华几个人吃完饭离开时, 他立刻赶到谭大庆的包间, 将这件事告诉了谭大庆和蒋海洋。 没错, 其他还有两个女人和一个年轻的男的, 我不认识, 但是唐玲玲和那个新来的副区长, 我还是认识的。 来人报告道, 谭大庆点点头, 看向蒋海洋, 蒋海洋端着酒杯愣证了好一会, 才一饮而尽, 谭大庆摆摆手, 示意报告者出去。 老弟, 顾青山这是想干什么? 谭大庆不解道, 人人都在找靠山, 人人都在求上进啊, 其他人无所谓, 但是这个仲华, 确实让人头疼啊。 顾青山是怎么搭上他这根线的呢? 真是奇怪。 仲华, 他, 很有背景。 谭大庆问道, 关于这一点, 他确实不知道。 省委副书记仲峰阳的侄子, 可以说是仲家培养的下一代领军人物。 要是顾青山搭上这条线, 那以后顾青山可就真的有靠山了, 而不是省政协那个李鸿滨那个老不死的能比的。 不是传说仲峰阳快要走了吗? 仲峰阳走了, 不代表仲家的势力就完了, 仲峰阳是土生土长的中南省人, 从政以来从没有离开过中南省, 你可以想想这几十年来他经营的结果, 所以他走了。 影响力肯定会下降, 但是绝不会降得这么快, 顾青山也正是看准了这一点。 抢先投入到仲家门下, 这个时候仲家是很需要这样的人的, 他也是让人看看。 仲峰阳虽然走了, 但是仲家的影响力还在, 仲家的势力范围不会变。 蒋海洋不无遗憾地说道, 他这个老爹现在已经全无斗志, 好像就是在做一天和尚壮一天中, 剩下的时间就是知道玩女人, 想到这里, 他这个做儿子的竟然有一种恨铁不成钢的感觉。 那我们下一步该怎么办? 顾青山这个人太不识抬举, 可是事到如今也没有什么其他办法了。 上一次的事情, 险些出事, 而且顾青山也在查那件事, 所以所有的事情都停止吧。 台面下的东西终究拿不到台面上来, 而且那件事所托飞人啊, 妈的, 那个鳖三癞蛤蟆想吃天鹅肉, 那丫头是他能动的吗? 真是死有余辜。 蒋海洋愤愤地说道, 捏着酒杯的手指因为用力过大, 一点血色都没有了。 公子, 这件事主要是我的责任, 所以, 谭大庆赶紧道歉, 因为那个人的确是他找来的。 蒋海洋说所托飞人, 一个是他蒋海洋所托飞人, 还有一个就是谭大庆所托飞人, 所以, 谭大庆不得不检讨。 算了, 那丫头最近在干什么? 蒋海洋问道, 基本不出门, 出门时一般都是和顾青山两口子一块出门, 看来上次的事情对他打击不小。 谭大庆小生说道, 丁长生简单买了点水果和一束花, 走进顾青山的病房时, 看到里面人不少, 于是又悄悄退了出来, 在走廊的一个拐角处, 将手里的东西放在地上, 而他则坐在一个椅子上休息, 他不想这个时候去病房, 那么多人也没法转达仲华的意思。 可是他刚刚坐定, 一阵相风扑面而来, 一个身穿淡蓝色衣服的女孩坐到了他的身边。 在这里愣着干什么? 怎么不进去? 唐晴晴问道, 你, 你怎么在这里? 丁长生没有注意到竟然是唐晴晴。 我怎么不能在这里? 哎, 小萌现在一天到晚神不守舍的, 他家的事我也不能不管吧? 现在里里外外都是杨姨一个人, 我怎么着也是小萌的朋友, 该帮的就得帮啊? 唐晴晴叹了口气说道, 切, 听上去像个救世主似的, 顾小萌怎么了? 他没事吧? 丁长生想起了昨天杨小对自己的嘱托, 不禁小心问道, 看起来还是因为上次的事情, 杨姨说他经常听到小萌晚上作恶梦被吓醒, 而且我感觉小萌对我也没有以前好了, 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好了。 唐晴晴无奈地说道, 你们不是好朋友吗? 有些是应该很好沟通的呀, 你怎么不劝劝他? 看开点。 丁长生随口说道, 看开点, 你什么意思? 没什么意思, 随口一说, 不对吧? 哎, 我问你件事, 你给我说实话。 唐晴晴左右看了看, 然后低声问道, 你是第一个把小萌救出来的, 你去的时候, 小萌有没有被那个坏人那个呀? 那个, 哪个呀? 哎呀, 你装什么装, 你懂得? 我不懂得, 你到底什么意思? 丁长生装作很无知的样子问道, 去, 我们是朋友吗? 这点事都不说, 没意思。 唐晴晴想伸手扭丁长生的耳朵, 可是一想, 两人还没有熟悉到这个程度, 于是将手又放下了。 这是人家的隐私好不好, 而且, 杨姨不是给她做过检查了吗? 没事吧? 我现在很怀疑当时小萌遭到了侵害, 所以才变成这个样子的, 哎, 那个人是死了, 要不是不死, 我也得去咬死他。 唐晴晴咬牙切齿地说道, 你不要这么吓人好不好, 对了, 最近有时间吗? 要是你有时间的话, 把顾小萌约出来玩玩, 或者是我们去他家找他玩也行。 丁长生想起杨晓的委托, 现在正好唐晴晴也在, 提前把这件事说一下, 反正他们是好朋友。 什么意思? 你说要把顾小萌约出来玩玩, 玩什么? 你不会是要那个吧? 唐晴晴一脸吃惊的表情。 哪个呀? 你想什么呢? 你想什么呢? 我说什么了吗? 唐晴晴装作一脸的无辜样。 你这人, 真是没意思, 昨天晚上吃饭的时候, 杨姨悄悄对我说, 她很担心顾小萌这个样子, 很怕时间一长, 顾小萌得抑郁症, 说让我带她出去玩玩, 我担心, 我根本就不可能把她约出来, 你们不是好朋友吗? 所以, 这是我们一起干比较合适。 我自己一个单身男士, 我怕再惹出什么绯闻来。 去, 不要脸, 你还真是自己看得起自己, 就你这样的, 还能出什么绯闻。 嘿嘿, 我, 丁长生刚想说什么时, 看见一帮人从顾青山的病房里出来了, 只不过进去的时候拿的什么, 出来的时候还是拿的什么, 顾青山什么都没有留。 走, 我进去看看。 丁长生提起脚下的东西, 赶紧进了病房, 估计过不了一会, 还会有人来。 哎呦, 小丁来了。 杨小看见丁长生, 急忙招呼道, 丁长生没顾上搭话, 放下手里的东西, 就对病床上的顾青山低头认错, 顾部长都是我不好, 昨晚不该劝你喝那么多的酒, 以后再也不敢了。 丁长生本来在顾青山, 眼里就是一个小毛蛋孩子, 昨晚之所以喝得多, 就是因为高兴。 丁长生是什么级别, 顾青山要是不想喝你的酒, 你敢惯领导不成, 其实这道理谁都懂, 但是丁长生能够抢先, 把这责任揽到自己身上, 足见这小子头脑灵活得很。 你还知道自己错了, 没见过你这样的, 昨晚我爸都不想喝了, 你还让他喝, 我看你就是没安好心, 这里不欢迎你, 出去。 顾青山还没有说什么, 但是在旁边陪着的顾小萌不干了, 他已经对丁长生, 一而再再而三地出现极度不满, 就说昨晚的酒宴, 萌萌, 怎么说话呢? 杨小悄悄拽了一下顾小萌的手臂, 示意他不要再说了。 不是吗? 丁长生, 你是不是觉得救过我, 就是我们家的大安人啊? 你说, 你想要什么什么? 你要我们家怎么感谢你才行? 是不是要给你磕头啊? 我现在就磕, 行不行? 顾小萌逐渐失去了理智, 在病房里大吵起来, 杨小不再说什么, 顾青山的脸色铁青, 他实在是想不到, 平时温文尔雅的女儿, 怎么会说出这么一番话来, 一时间竟然有点不知道该说什么好。 唐晴晴看向丁长生, 毫无疑问, 丁长生现在是最尴尬的人, 遇到这种情况, 他能说什么? 什么也不能说, 不能辩解, 不能反驳, 可是顾小萌并没有放过他, 依然毒蛇贫贫, 我知道你什么意思, 你救我时, 没有想到我爸爸是组织部长, 现在知道了, 就想靠上来是不是, 我告诉你, 我爸不是那样的人, 你别想从顾家得到任何东西, 顾部长, 那我先走了。 丁长生强压着内心的怒火, 勉强笑笑, 对顾青山说道, 又对杨小点点头, 不顾顾小萌的声声呵斥, 转身离开了病房, 对于顾小萌的突然发飙, 唐晴晴也是目瞪口呆, 他也不清楚, 为什么自己的好朋友唐晴晴会这样, 看到被自己骂的人, 已经离开了房间, 顾小萌终于停止了, 谁也不看, 一转身, 跑进了洗手间大哭起来, 唐晴晴想进去看看, 但是被杨小挡住了, 让他自己哭会吧, 这些天都没有这样过了, 发泄发泄也好, 你去和小丁说一声, 替我们道个歉, 让他不要往心里去。 杨小小生说道, 而此时顾青山已经是脸色难看的, 不能再难看了, 唐晴晴知道, 这个时候也不合适留在这里, 于是赶紧出去去追丁长生, 丁长生刚刚上车, 还没等发动汽车, 唐晴晴就追了出来, 说实话, 他也不清楚, 这个顾小萌为什么会突然发飙, 难道高干子弟都这脾气? 可是自己那样和顾青山说话, 也不过是个姿态而已, 你老爹不想喝, 我还能捏着鼻子罐, 真是毫无道理。 喂,顺路吗? 送我回去。 唐晴晴倒是不客气, 拉开车门就坐了进去。 对不起, 不顺路, 我还有事呢, 你自己打车走吧。 丁长生现在一个高干子弟都不想搭理了, 虽然唐晴晴算不得什么高干子弟, 但是他也不想和唐玲玲有什么瓜葛。 生气了, 这么小心眼, 真是的, 小萌也是一时激动才说出那番话的, 你不会真往心里去吧? 不是, 刚才谁说的, 要我把顾小萌约出来一块玩玩的, 这会就变了, 我发现, 你们男人比女人还善变啊, 不可信。 算了, 这是到此打住, 我可不想见他了, 你看看他那样, 好像我怎么了他似的, 我可不敢再和他有什么瓜葛了, 你有时间转告杨一把, 我爱莫能助。 爱, 爱, 我说你还是男人吗? 顾小萌遭受了那么大的屈辱, 对了, 关于这件事, 我还想找你聊聊呢, 这样吧, 反正我现在也没事, 不如你请我喝杯咖啡吧。 凭什么? 丁长生不屑地说道, 要么我说呢, 你就是小心眼, 好了, 我请你行了吧, 我真的有正事和你谈, 走吧, 左岸咖啡。 那天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一坐下, 唐晴晴就迫不及待地问道, 哪天? 什么事? 丁长生装作听不懂他说的话, 丁长生, 你不要在这里和我装, 你知道我说的是什么意思, 按照一般人的习惯, 你救了他。 他虽然不至于以身相许, 但是也不能恶语相向, 这太不符合一个人的常规思维了, 除非, 唐晴晴也学会了卖关子, 说到一半时, 他故意停下不说了, 而且还以一种玩味的样子, 看着丁长生, 好像丁长生真的干了什么不该干的事, 除非什么? 说啊, 不说我走了。 丁长生本就不愿在这里陪他闲扯, 锣鼓向的拆迁动员工作正在进行, 虽然通过进一步地做工作, 又有针对性地纠正了之前工作中存在的问题的, 但是依然, 还有一半的拆迁户不满政府的补偿标准, 坚决不肯在拆迁协议上签字。 所以丁长生也是焦头烂额, 没时间陪这个幼儿园教师胡扯, 而且这个幼儿园教师的智商比幼儿园的孩子强不了多少。 等等, 我说, 我是想说, 你当时没对顾小萌怎么着吧, 就只是救了他这么简单。 唐晴晴撇着脸, 一副很怀疑的样子。 哎, 我说你这脑子里都装的是什么呀, 豆腐脑还是豆腐渣呀, 那种情况下, 我能做什么? 而且, 我也没有那么大的受性, 一个素不相识的女人, 我和人家那个, 真是亏你想得出来。 丁长生鄙夷地看着唐晴晴, 刚才被顾小萌恶语相向了一通, 现在又被这个女孩诬陷, 她突然感觉自己做人真的很失败啊, 自己就长得那么像一个色狼吗? 嗯, 说得也是, 不过, 我始终想不通, 你要是没对顾小萌做过什么, 她为什么这么恨你呢? 你没有发现吗? 从上一次在新湖渔村时, 她好像对你就不怎么感冒, 这一次就更加地离谱了。 唐晴晴, 我警告你, 你要是再敢对我的人格进行这么地侮辱, 我对你不客气, 拜拜, 我再也不想见到你。 说完, 丁长生推门, 出了左岸咖啡, 上车直接离开了, 一路上被气得一佛出世, 二佛升天, 真是不知道为什么今天这么倒霉呢。 不知不觉开车, 竟然来到了新湖公园, 这里和其他城市不一样的地方就是湖在城中, 整个湖州市就是围绕着新湖建设的, 整个中国也许只有杭州是和湖州有一样的这种水资源, 但是湖州市的经营和杭州市差的不是一个档次。 虽然已是深秋, 但是这里依然游人如智, 而且不少还是外地来采风的画家, 还有很多的老年人在进行着各式各样的锻炼。 丁长生江车停在环湖公路上, 自己则走到湖边, 平栏远眺, 他去过西湖, 从这个角度看, 真是有点西湖的味道了, 只是湖边的繁华程度和杭州西湖不可同日而语了。 丁秘书, 是你吗? 正在这时候, 身后有一个旅游团在导游的带领下走过, 但是有人叫了一声丁秘书。 丁长生不自觉地回头一看, 依稀看到一个似曾相识的女孩, 但是一时间想不起在哪里见过。 丁秘书, 真的是你, 你不记得我了, 我是曹冰啊, 灵山的同学, 想起来了吗? 曹冰一脸期望地看着丁长生, 这个时候, 他终于想起来了, 只是那个时候, 曹冰刚刚做完人流手术, 脸色苍白地躺在医院的病床上, 虽然容颜秀美, 但是完全不是现在这样的艳丽, 不得不说, 这小妮子这两年出息得越发标志了, 而且渐渐地成熟了, 不像原来那么青涩了。 哦, 想起来了, 不过我一时间还真是没有认出来, 你变化太大了, 你这是? 看着远处等着他的旅游团, 丁长生问道, 丁秘书, 我是和我们学校同学一起来的, 丁秘书, 把你电话给我好不好, 我现在走不开, 我们还要在湖州待几天, 到时候我联系你, 我一直没有机会感谢你, 没想到在这里遇到你了, 我真是很高兴。 说着曹冰拿出了自己的手机, 等着丁长生给他说号码, 萍水相逢, 而且事情过去了那么久了, 他当时纯粹就是为了帮灵珊忙, 可是灵珊已经不知在何方, 对于他的这个朋友, 他还真是没有多少印象, 但是看到一脸的期望, 他不忍拒绝, 于是就将自己的电话给了他, 好,丁秘书, 我一定会联系你的, 等着我。 说完, 曹冰就跑开了, 一直到气喘吁吁地赶上旅游团。 曹冰, 他是谁呀, 你男朋友, 或者是旧情人。 相好的同学问道, 去你的, 他不是我什么人, 说起来, 连朋友都算不上, 但是他救过我的命, 要是没有他, 我估计早就死了, 这样说起来, 应该算是恩人吧。 曹冰没有嬉笑之色, 但是也没有回避, 说得很是认真, 连开玩笑的女孩, 都不好意思说什么了。 郑小爱现在就是这样的情绪, 当没有工作缠绕他时, 几乎放下手里的活, 他就能想起那天晚上发生的一切, 那一晚上的癫狂, 已经将他带进了另一个世界, 这个世界才是女人应该有的世界, 他知道。 如果蒋文山知道了, 自己居然背着, 他在外面又找了男人, 不单单是对自己, 对丁长生也不会有好果子吃, 他是一个市委书记, 堂堂的厅级干部, 而丁长生不过是一个科技干部, 随便找个理由都能将丁长生捏死, 种种危险在警告着他不要走这一步, 可是他的手依然伸向了手机, 而且这个手机不是他原来的手机, 这是他新买的, 连电话卡都是在黑市上买的, 不需要身份证注册, 既然要走这一步, 就必须要做到万无一失, 他怕自己的电话被监听, 如果蒋文山真的那么在乎他, 监听他的手机, 或者是调取他的通信记录, 简直是易如反掌, 所以他不能让任何人知道, 新买的手机还不太熟练, 颤抖着手输入了丁长生的电话号码, 当第一声都响起时, 他有一种想挂掉的冲动, 但是忍了忍, 还是坚持了下去, 曹冰消失在丁长生的视野里, 他也坐上了自己的汽车, 想要回单位点个锚, 下午再去锣鼓巷看看情况, 可是这个时候手机响了, 一看还是湖州本地的号码, 不知道是谁找他, 于是接通了, 喂, 哪位? 丁长生接通之后问道, 因为刚到新单位, 一些同事还没有熟悉过来, 不排除其他的同事打手机找他, 但是电话里没有声音, 对方也不说话, 可是车里比外面静得多, 丁长生仔细听了听, 居然能够听到对方沉重的呼吸声, 喂, 哪位? 说话啊, 不说话我挂了, 是我, 听出来了吗? 正小爱想, 如果自己不说话, 说不定他真的挂了, 如果是那样, 自己也许真的没有勇气, 再去拨打第二遍电话, 郑局长, 你, 换号码了? 丁长生拿开手机看了看, 来电显示的号码是一个新号码, 但是不是正小爱原来的号码, 所以自己不可能是自己存错了, 嗯, 在新单位还习惯吗? 正小爱纯粹是没话找话, 连丁长生都听出来了, 郑局长, 找我有事, 丁长生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这个女人是不是赖上自己了? 嗯, 你今晚有时间吗? 我想请你吃饭, 感谢你那天的口信, 像是下了很大决心似的, 郑小爱戚戚戚爱爱地说道, 这让丁长生一听就听出来, 这话里有多么的言不由衷, 他本想拒绝, 可是话到了嘴边却成了, 现在还没有安排事, 应该是有时间吧? 真的? 那好, 到时候我告诉你地方, 郑小爱几乎是欣喜地脱口而出, 丁长生一边开车, 一边想着今晚会发生什么, 这个时候又打进来一个电话, 他还以为是刚才郑小爱有话没说完呢, 拿起来一看才知道是杨凤七, 这个时候打电话会有什么事? 杨姐, 什么事? 公司出了点事, 需要我马上回去处理, 所以我先走了, 过段时间, 我带一个考察团过来看看你说的那个房地产项目, 如果真有投资的前途, 到时候我们会投资的, 这也算是支持你工作吧, 你在哪里? 我去接你, 送你去机场, 不用了, 你忙吧, 我坐火车去江都, 然后到飞机, 你忙你的吧, 那多不好, 慢得很, 我去送你吧, 你在哪个位置? 我过去接你, 真的不用了, 我都已经到火车站了, 等我回来, 丁长生很纠结, 曹冰同样也陷于纠结中, 丁长生是自己的同学灵珊的男朋友, 他是知道的, 而且当初也是灵珊把丁长生叫来的, 可是灵珊去北京上大学之后, 两人的联系中, 灵珊再也没有提起过丁长生, 这让曹冰很是纳闷, 他也问过灵珊几次, 但是灵珊都巧妙地避开了这个话题, 他想请丁长生吃顿饭, 可是又顾及到同学的情谊, 实话实说, 对于当时的灵珊, 他是羡慕极度恨, 羡慕灵珊有这样一个年轻有为的男朋友, 特别是当自己陷入麻烦之中时, 又是这个男人救了自己, 所以他恨自己时运不济, 为什么自己就没有遇到这样的男人呢? 可以说, 现在机会来了, 从新湖公园见到丁长生的那一瞬间, 他仿佛终于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了, 而且憋屈在心里好久的那种情感, 终于等到了发泄的机会。 下班后, 郑小爱没有给丁长生具体的地址, 只是让丁长生跟着他的车开, 于是丁长生远远地坠在郑小爱的车后面, 越开越远, 真是不知道为什么吃个饭会跑这么远, 随着路越来越差, 他们两辆车终于驶入了一个小镇, 丁长生依稀记的, 这个镇属于湖州市高新技术开发区, 已经是离湖州市三四十公里远了, 可是郑小爱的车并没有在小镇停下, 而是到了离小镇不远的一处农家院落里, 丁长生在车里看见这是一处高高的院墙院落, 而且还是二层小楼, 从外面看, 院子应该不小, 而且不一样的是, 大门采取的是车库大门的样式, 郑小爱的车还没有到大门前, 大门就已经慢慢打开了, 他将车开进了院子里, 向后摆了一下手, 示意丁长生也将车开进院子里, 这是什么地方? 地方不错啊, 丁长生下车后看着院子, 院子里还种着一些树, 深秋已到, 树上的叶子落得差不多了, 水泥地的院子里落满了黄色的叶子, 这是我最近才买的, 主人是一对老头老太太, 去美国头辈儿女了, 我看到这里还不错, 买下来休闲用, 前几天来打扫了一下卫生, 怎么样,转转, 看看我的劳动成果, 丁长生抬头向四周望了望, 发现两米多的高墙, 几乎挡住了外界的一切, 而且墙头上插满了玻璃茶子, 而且墙面都是水泥覆面, 光滑得很, 比村长家的墙头难爬多了, 这四周也没有高楼大厦, 全是平房, 所以不予有人从远处偷窥, 走进正房, 发现这里虽然铺着地板砖, 但是家具却是一些古旧的明清家具样式, 只是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尤其夸张的是, 坐在客厅的太师椅上, 就能看见一旁卧室里的雕花龙床, 这张大床时间应该不会太长, 古代没有这么大的床, 但是样式很是古旧, 单单一个床腿就有十几公分厚, 一看就是很扎实的那种, 郑姐买这样一个院子, 不会是想进屋藏胶吧, 丁长生将手机放在太师椅旁边的案子上, 以一种玩味的模样看着郑小爱, 郑小爱笑笑没说话, 伸手拿起桌子上的遥控器, 打开了空调, 而她则脱去外套, 里面只是一件紫红色的贴身绒线衣服, 看得出, 这件衣服应该很保暖, 非常的薄, 但是非常的修身, 外套除去之后, 她身上几乎每一个线条都掀好毕露, 丁长生说道, 朱红军死的时候我就在街道上, 我看得很清楚, 朱红军似乎心有不甘, 但是到底还是死在蒋文山手里, 我现在有点后悔, 该不该给你打那个电话, 无论朱红军多么混蛋, 但是那毕竟是一条人命, 我问过蒋文山, 她说她也不知道到底是谁杀了朱红军, 我想她应该不会骗我, 所以朱红军的死应该和她没有什么关系, 郑小爱非常肯定地说道, 但是我呢, 如果她想杀了你和我, 你打算怎么办? 丁长生又问道, 不会的, 她不会知道的, 我们小心些就是了。 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 你明白吗? 男人的嫉妒心一点都不比女人差, 要是想跟着我, 就和她断了, 不然, 我们就不要见面了。 呵呵, 你吃醋了? 郑小爱不怒反笑, 我说的是真的, 如果不行, 我现在就走。 丁长生做事要起身, 但是被郑小爱一把拽住了, 这让她感觉很是气馁, 她不愿意维持这样的关系, 更何况, 她的后面还有一个虎视眈眈, 随时可以出击的蒋文山, 现在, 她真的有点后悔来这里了。 唐健作为两轴两线指挥部的主任, 压力很大, 这步, 一大早就被市长石爱国叫去训了一顿, 主要原因就是, 拆迁的速度太慢, 这样势必会影响比赛场馆的建设, 到时候耽误了全运会的承办, 谁都负不起这个责任。 丁长生刚刚将车开进龙岗街道办, 就看见程倩倩和黄浩敏两人拿着一些文件站在门廊上等着呢。 等丁长生的车一停下, 他们立刻凑上来说道, 丁主任, 你可算是来了, 唐市长今天上午要召开拆迁大会, 我们要去参加, 快走吧, 再晚就来不及了。 今天, 为什么不给我打电话? 丁长生疑惑道, 哎, 打了, 你关机了, 连唐市长都给你打电话了, 你一直关机, 我们也联系不到你, 只能是在这里等你, 你要是再不来, 我们只有自己去了。 坏了, 昨晚忘了充电了。 丁长生解释道, 其实哪是忘了充电了, 分明是在接到夏合会的电话之后, 担心再有人打扰他的好事, 干脆关机了, 想起昨晚的事, 丁长生心里有一种庆幸的感觉, 他才得到了一个无比重要的信息, 朱鸿军在临死之前, 在丁长生面前说的那句, 学高为师, 深圳为范。 说的这句话竟然是朱鸿军, 办公室上的牌匾上的字, 那这里面有什么联系呢? 这让丁长生很疑惑。 丁长生开车一会, 就到了指挥部, 丁长生看见三三两两的人, 拿着各自的笔记本或者其他材料, 向指挥部走去。 丁长生两手空空, 什么也没带, 程倩倩伸手递给丁长生一个笔记本, 原来他早就给这个不务正业的丁主任准备好了, 笔记本入手很有质感, 一看就不是便宜货, 也不知道自己能在这个笔记本上记几个字。 但是丁长生很快就发现这个拆迁大会不同寻常, 因为来的人虽然不多, 可是都穿着各式各样的制服, 有城管,有武警,警察, 还有街道老头老太太, 更为夸张的是, 他还看见几个人是坐着医院的车来的, 还有消防队员。 唐市长这是想干什么? 强拆吗? 丁长生低声问程倩倩道, 他跟着徐大江时间不短了, 这样的情形肯定见过不少。 肯定是了, 我们不是做得很有成效吗? 这几天又有几家在赵铁钢的劝说下签了拆迁协议了, 市里干嘛不再多给我们几天时间呢? 程倩倩也是很无奈地说道, 丁长生在赵铁钢那里烫开路子之后, 没想到赵铁钢这个人也是一个心思玲珑的人, 偷偷给丁长生打过电话, 表示了自己相应市里的要求尽快拆迁, 但是好像是有事要和丁长生面谈, 本来已经约定了好时间, 但是没想到丁长生一直没有时间, 看来是等不及了, 要是强拆的话, 我们能做什么? 丁长生问道, 我们什么都不用做, 到时候跟着去就行, 丁主任, 你看, 冲锋县阵有他们呢。 黄浩民指了指前面的城管和武警, 哎, 好像人来得不是很全。 程倩倩笑笑说道, 你怎么知道? 丁长生问道, 还有地痞流氓没来, 他们是不会来开会的, 但是拆迁是不可能少了他们的。 丁主任, 你等着吧, 到时候又是哭天喊地的, 其实这活我真的干够了, 真想调走啊。 程倩倩居然在我面前说到了想离开拆迁办, 眼里还有没有我这个领导。 下面开会, 记录员, 按照花名册点名, 唐剑果然是来者不善善者不来, 会议还没有明确什么内容, 先用点名来立位。 程倩倩看了一眼盯长生, 这个风盈的女人, 不禁用小手拍打着自己的胸脯, 心里肯定在念叨, 多亏今天来了, 要不然死定了。 这次横给唐剑面子, 居然没有一个缺岗的, 主席台上唐剑的脸色好看了点, 但是还是一副大家欠他几百吊前似的。 现在开始开会, 实不相瞒, 我刚刚被市长骂完, 我现在很想骂人, 但是骂谁呢? 貌似谁也不想被我骂, 我知道, 在座的各位都是各个单位派来的精兵强将, 不然的话也干不了拆迁的活, 我丑话先说在前头, 既然你们来了, 我只到哪里, 你们就得打到哪里, 现在给我们的时间不多了, 最主要是我的时间不多了, 但是我可以很明确地告诉你们, 我不好过, 你们也别想好过。 丁长生不禁感觉有点好笑, 一个堂堂的副市长, 居然采取威胁的手段。 对于唐市长这番表态, 除了丁长生第一次听到这种雷人的话略感吃惊之外, 其他人居然好像是什么事也没有发生过一样。 唐市长经常做这样的动员, 其实屁用没有, 白费力气, 拆迁的活哪是那么好干的。 旁边的一位身穿城管制服的人, 看了看木凳口呆的丁长生, 在一边小声地说道, 丁长生转眼看了看他, 点点头, 以示谢意。 唐剑主要强调了这次任务的重要性, 再一个就是分配的任务。 城管负责和拆迁公司一起拆迁, 城管的职责主要是负责内部的秩序, 武警和警察主要是负责外围的秩序, 各个部门的负责人必须到现在, 而且必须是靠近城管队员指挥的区域, 进行劝解和掌握现场的情况。 消防队员做好灭火准备和应付突发事件, 现场必须派两辆以上的救护车, 以防出现人员伤亡事故。 大哥, 你是城管局的? 你好, 我是龙岗街道办的, 我姓丁。 趁着唐剑喝水的功夫, 丁长生和身边的中年男人搭讪道, 你好, 我姓崔, 崔正林, 咱们是行政执法局的, 小丁, 你们那里的拆迁任务可不轻啊。 崔正林看了一眼丁长生说道, 所以, 崔, 叫大哥, 以后我们还得打交道。 崔正林倒是很热情的一个人, 也不像是社会上说的所有城管局的人都是恶魔呀。 好, 崔大哥, 你们以前经常进行这样的强拆吗? 也不是经常, 反正遇到很难缠的钉字户, 肯定是要联合强拆的, 不然的话, 项目进行不下去, 耽误了工期, 领导们肯定不高兴, 他们要是不高兴, 我们就跟着倒霉呗。 崔正林瞥了一眼继续讲话的唐剑, 继续小声说道, 丁长生点点头表示理解, 但是很明显, 现在不是谈话的时候, 据说这个唐市长很喜欢抓点刑, 万一被抓出来, 那就难堪了。 丁长生原本以为, 这个会不会开很长时间, 哪知道这个唐剑天文地理地讲了一大通, 一下子讲了两个多小时, 终于熬到了结束, 丁长生正想离开时, 居然又被唐剑叫住了。 唐市长找我有事, 明天强拆锣鼓巷, 你们要在现场, 而且必须靠前指挥, 到时候我也去。 虽然你们做了很多工作, 减少了很多拆迁户了, 但是时间上来不及了, 市里必须要在年前启动场馆建设, 这样到明年九月份全运会时才能用得上, 不然的话我们都没法交代。 唐市长, 我没明白, 需要我做什么? 你是龙岗街道办的, 锣鼓巷属于龙岗街道办, 所以我们想再强拆迁, 再由你们和拆迁户进行最后一次对话, 如若不然的话, 我们只有强拆了。 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唐市长的意思我明白, 但是我们街道办一直在做工作, 从一百多户一直做到现在的十几户, 我们觉得如果再给我们点时间, 我们肯定能做得到让所有拆迁户 都痛痛快快地签署拆迁协议, 为什么不能再等几天呢? 丁长生想争取一下, 最好能做通拆迁户的工作, 那样就不会发生强拆的事, 说实话, 每一次强拆都意味着这些人 可能在今后的日子里对政府, 对社会都是一种仇视的心理, 如果不加以化解和引导, 即可能会造成社会不安定因素的存在。 我说过, 没有时间了, 这个月底, 锣鼓巷必须弄成平底, 然后施工单位进场施工, 这是最后的期限, 耽误了全运会, 谁都担不起这个责任。 可是唐市长, 如果因为强拆引起不必要的麻烦, 上访, 更或者是群体性事件, 那到时候不是比不能举办全运会更严重的事情吗? 这一点, 唐市长, 我们得好好想清楚啊。 哎, 小丁, 你就按我的要求做吧, 没办法, 事情走一步看一步吧, 我现在也是很为难, 这一点你该知道, 至于你说的那些事, 我们尽最大努力避免吧, 你做好准备, 明天一早就进现场和拆迁户们谈, 我们在外面等你们。 唐剑摆了白手, 意味着这事已经没有商量的余地了。 丁长生还想再说什么时, 看到唐剑已经没有想继续听下去的意思了, 于是知趣地说声再见就出去了。 但是丁长生预感到这是恐怕没有这么简单, 而且唐剑搞这么大的阵仗, 有可能已经得到了石爱国的首肯, 可是石爱国又为什么同意唐剑强拆呢? 现在全国上下最强拆的关注度很高, 一个不小心酿成群体性事件, 或者是其他恶性事件, 那么后果不堪设想, 石爱国和唐剑都是在官场混了几十年的老油条了, 不会不知道这里面的厉害啊。 走到外面, 正看到黄浩铭和程倩倩等在他的车旁, 一见丁长生过来, 两人赶紧迎上去问道, 丁主任, 唐市长找你干什么, 是不是又要我们去做工作? 咦, 你们怎么知道的? 哎, 果然是这样, 每次强拆前都会象征性地再动员一次, 其实这样的动员已经没有任何意义, 而且很危险, 你想想, 我们去了这么多人, 担当我们几个人再去做工作, 要是万一被扣做人质怎么办? 程倩倩夸张地说道, 就是, 丁主任, 我们不能去, 万一被扣住了, 那可就麻烦了。 黄浩铭在一旁帮腔道, 好啊, 你们不去, 我自己去呗, 上车, 回单位再说。 丁长生不悦地拉开车门坐了进去, 黄浩铭和程倩倩相互看了一眼, 赶紧上了车, 其实他们没有让丁长生自己去的意思, 他们的意思是让丁长生和领导说说, 要么就直接强拆, 要么就不拆, 慢慢做工作。 昨晚太累, 所以一个下午, 丁长生基本上都在办公室里打瞌睡了, 而且还不时有电话打扰他, 因为他是街道办副主任, 而且管得又不单单是拆迁这一件事, 教科文位都归他管, 总起来就一句话, 最难办的和最不重要的事就是他的主要工作。 晚上本来想回去吃饭的, 吃完饭再去仲华家坐坐, 汇报一下自己这几天的工作, 主要还是明天的拆迁, 丁长生总感觉有点不踏实, 想找个人安慰一下内心的不平静, 可是偏偏曹冰又打电话说晚上要请他吃饭, 这让丁长生很是为难, 不去吧, 担心会不会让曹冰觉得自己看不起他, 要是去吧, 晚上去仲华家汇报的事又得耽误了, 太晚了, 去领导家不好, 所以很为难, 但是想了想, 还是决定去见一见曹冰, 简单吃点饭就回来, 因为曹冰是灵珊的同学, 自己已经很久没有灵珊的消息了, 他也想从曹冰这里得到一点关于灵珊的消息, 这个当时的伴娘不知道现在怎么样了, 不知道他的大学生活过得好不好, 曹冰也想找一个像样点的饭店请丁长生, 但是他没有多少钱, 而且他一想, 丁长生既然是领导的秘书, 什么好饭没吃过, 他请他主要是想表达一下自己的心意, 并不在于吃喝多少或者吃喝什么东西, 最终, 他选择在自己住的酒店旁边的小胡同里吃小龙虾, 他昨晚和同学一起去的, 很过瘾, 而且价钱也不贵, 最关键的一点, 这里比较幽静, 来吃小龙虾的基本上都是回头客, 丁秘书, 请坐, 不好意思, 我第一次请你吃饭, 就到这样的地方来, 你不会嫌弃我小气吧, 曹冰比那时候爱说话了, 而且那天匆匆一别, 没有仔细看这个女孩, 现在和那时比起来真是判若两人了, 哪能呢, 我是地主, 这顿我请, 以后到了白山你再请我, 好不好, 丁长生笑了笑说道, 地主, 丁秘书, 你不在海洋线上班了, 曹冰惊讶道, 丁长生分明从他眼里看到了深深的失望, 早就不在那里了, 而且我现在也不是什么秘书了, 我现在在这里的一个街道办事工作, 是吗, 我都不知道这些事, 我一直以为你还在海洋线工作呢, 我还寻思着放假了和林山一起去海洋线玩玩, 顺便请你吃饭, 真是没想到你竟然到湖州来了, 哎, 这是说起来也不是一句话两句话说清楚的, 来, 点菜吧, 想吃什么尽管点, 这里的小龙虾都是狐狸养殖的, 应该不错, 丁长生笑笑说道, 好吧, 丁, 我该怎么称呼你, 不是丁秘书了, 那我叫你, 随便叫, 叫我名字就行, 丁长生, 那我叫你丁大哥吧, 我听林山以前也这样叫你, 对了, 你和林山是怎么回事啊, 我们一直联系着, 但是他一直都没有说起过你, 你们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 丁大哥, 我可以帮你和林山说说的, 曹冰也不知道是哪里来的勇气, 一下子将这些话都摆出来了, 而这件事也是他最关心的事, 他想知道丁长生和林山到底出了什么事, 这些话问出口时, 他的心终于轻松下来了, 他说完这些话后, 呆呆地看着丁长生, 他在等着看他的脸色, 他在等着丁长生愤怒离席而去, 但是等了好久, 丁长生依然笑眯眯地泡茶, 倒茶, 将茶端给曹冰, 谢谢你了, 我的事我知道该怎么办, 你不用操心了, 算了, 不说这事了, 说说你吧, 什么时候毕业, 还有一年半, 现在已经在实习了, 哦, 找工作有没有问题, 我认识几个在医院里工作的大夫, 你要是不找工作的话, 我可以帮你和他们说说, 哎, 反正护理专业就是个伺候人的活, 到哪里都一样, 我能找到工作, 谢谢你丁大哥, 要是需要帮助, 我一定会告诉你的, 嗯, 曹冰, 你变了很多, 真是女大十八变, 那天我真的差点就想不起来你, 真是造化弄人啊, 我那时候无论如何, 也不会想到, 我们两个白山人会有一天, 坐在湖州的一个小胡同里吃小龙虾, 哈哈, 真是很有趣, 丁长生高声笑道, 你变得也不少, 好像成熟很多了, 怎么说呢, 更像一个男人了, 曹冰笑笑, 大胆地说道, 你的意思我以前不像个男人, 丁长生将一只包好的龙虾, 放在了曹冰面前的盘子里, 嘻嘻, 我不是那个意思, 只是感觉而已, 现在看见你, 觉得你不再是当初那个小男生的模样了, 不过比起来, 还是现在好些, 人都是越变越好的嘛, 看不出, 你这张嘴还真是很能说的, 对了, 你的高中班主任老师也是富品签嘛, 丁长生突然间想起了他, 这个女人给丁长生的印象, 就是永远不会主动找你, 她就像是一株蒲公英, 就偷偷地躲在角落里花开花蟹, 很少能有什么要求, 是啊, 我和灵珊是同班同学, 当然是一个班主任了, 你最近见过他吗? 没有, 不过我好像听说他搬家了, 不知道搬到哪里去了, 原来的家我去过, 傅老师其实很不幸, 独身带着一个孩子, 好在苗苗很争气, 学习很好, 傅老师应该还在一中教书吧, 怎么, 你认识他? 嗯, 我们见过面, 很长时间没有联系了, 丁长生有点怅然地说道, 他的这些女人, 好像都不是他的女人, 到湖州这么长时间了, 除了杨凤七来过, 那些女人连的电话都没有, 刘香里也是这样, 不知道他带着杨凤七的那个孩子, 生活得怎么样, 是不是还在和谢赫阳一起做生意, 突然间他, 发现自己和白山几乎断了联系, 看了一眼对面的曹冰, 他突然有一种想回去看看的冲动, 可是那个地方, 是他发誓再也不愿回去的地方, 这顿饭吃吃喝喝, 一直吃到了十一点, 丁长生第二天还有事, 所以没有再继续下去, 将曹冰送到了冰馆门口, 他就想回去了, 这个时候曹冰转过身来, 看着丁长生问道, 我们还会再见面吗? 说完这话, 他心里开始紧张起来, 而且还有些许的羞涩, 只要是男人都能听出里面的暗示, 丁长生也不例外, 或许会吧, 谁知道呢, 也许很久, 但是明天也说不定哦, 好了, 很晚了, 回去吧, 再见, 丁长生上车后开车离去, 而曹冰一直站在冰馆门口, 看着他的车灯消失在远处的黑暗里, 他竟然没有讨厌我, 没有看不起我, 这么说我可以继续喜欢他, 继续偷偷地爱着他, 我不在乎他知不知道, 也不在乎他让我干什么, 我只是知道他是一个能够保护女人的男人, 这就足够了, 曹冰交织自己的双手走回了自己的房间, 湖州的夜生活结束得很早, 晚上十一点的路上, 已经没有多少车辆了, 丁长生慢慢地开着车, 打开收音机, 里面传来邓丽君那极副挑逗性的声音, 丁长生向窗外扫了一眼, 居然发现自己开车来到了湖州驿中的旁边, 车先是熄了灯, 借助路灯的光亮, 驶进了学校旁边的一个小胡同里, 穿过小胡同就是宽阔的大道, 在开车转了几圈后, 丁长生终于决定趁着夜色到朱红军的办公室去看看, 他想知道朱红军临死之前念叨那句话是不是暗示什么, 难道暗示那副牌匾有什么问题, 其实丁长生想到的是, 朱红军极有可能将很重要的东西放在了匾额里, 虽然只是猜测, 但是丁长生相信, 这个可能性很大, 要不然他也不会在临死前捣咕那个。 将车藏好, 走到一处有树林的地方, 两米的围墙对丁长生来说是小意思, 翻过围墙之后, 丁长生顶着一件衣服向行政楼走去, 他怕有监控拍到他, 其实这个时候门卫还没有睡, 但是已经在巡视了一圈后, 坐在学校大门口门卫室里喝茶了, 丁长生毫无阻碍地靠近了教学楼, 他站在墙根底下看了看周围, 发现并没有人, 校长室在二楼, 他沿着一楼的窗户, 纵身一跃, 攀上了二楼的窗台, 校长室和别的房间不同在于校长室的窗外, 就是一楼大厅的门厅, 有一块突出去的沙子, 所以丁长生只要能打开窗户, 就能进去屋里, 看了看大门门未处, 灯火辉煌, 可是当丁长生推窗户时, 发现窗户被从里面锁死了, 除非杂烂玻璃, 否则根本进不去, 这让丁长生很是郁闷, 但是杂烂玻璃马上会惊动保安, 这一条根本行不通, 正当他想放弃时, 突然发现自己手里拿着的汽车钥匙, 于是将钥匙塞进玻璃门框里, 悄悄地使劲, 希望能够使得窗户稍微变形, 然后趁机打开窗户, 功夫不负有心人, 终于在一声咔扎之后, 窗户变形后, 里面的弹簧弹开了, 可是这个声音有点大, 惊动了大门口保安养的狗, 那只狗冲着行政楼一个劲的脚, 丁长生这个时候不敢动了, 趴在凸出去的沙子上, 一动不动, 保安出来看了看, 用手电筒照了照, 然后踹了狗几脚之后, 又回去喝茶了, 丁长生慢慢推开窗户, 然后用衣服将刚才手接触到的地方, 全都擦了一遍, 以防留下指纹, 跳进窗户之后才发现, 屋里一切都是整整齐齐的, 不知道纪委的人是不是已经来过了, 他没有去翻看别的东西, 因为别的东西对他没有吸引力, 确切来说, 他对朱红军的任何东西都没有兴趣, 他只是想满足一下自己的好奇心, 看看自己猜得到底对不对, 朱红军是不是真的有什么东西藏在这雪糕为师, 深圳为范的匾额后面, 仅此而已, 丁长生站在屋子里, 将这里都看了一遍, 一方面是确定这里安全, 另一方面也是为了让眼睛适应屋里黑暗的环境, 他不敢开灯, 也不敢将手机拿出来照亮, 只能是等眼睛适应了屋里的光线之后再有所行动, 如果朱红军真的在这里藏有东西, 他自己也应该时常拿出来检查, 所以不应该藏得很严实, 基于这个推理, 丁长生并没有贸然地将匾额摘下来, 而是搬了一张椅子, 站在椅子上, 想象着如果是朱红军, 他该怎么样将那个东西取下来, 果然, 在摸到一个角落时, 他感觉到了透明胶部的光滑, 而且, 一个方形的东西, 好像是被透明胶部粘在匾额上的, 丁长生凭着手感将胶部一点一点撕开, 然后将方形的盒子取了下来, 借着窗外的灯光一看, 这个居然是一块硬盘, 虽然现在不知道这里面装的是什么东西, 但是能让朱红军念念不忘, 肯定不是一般的东西。 又检查了一遍, 确认已经没有其他东西了, 丁长生将硬盘装好, 然后小心翼翼地将所有的东西 恢复原状, 并尽量将自己可能留下痕迹的地方小心地清除掉。 直到回到车里, 他的心才算是真正地回到自己肚子里, 然后发动汽车, 穿过小巷, 一直开回自己家里。 我还以为你今晚也不回来了呢, 怎么, 事情都处理完了。 丁长生进门时, 夏和惠正坐在他的家里看电视。 这几天是比较多, 你吃饭了吗? 你看看都几点了, 你该问问我吃不吃夜宵。 夏和惠美好气地说道, 但是很自然地起身去洗手间帮他放水去了。 他就是这样, 虽然有时候嘴上不饶人, 但是内心里却是对丁长生真心地好。 这是什么东西啊? 回来一看, 丁长生不但没有脱衣服, 反而坐在沙发上摆弄一个方形的盒子, 看上去这个盒子包装得还挺好。 一块硬盘, 不知道这里面是什么东西呢? 丁长生低估道, 最为关键的是, 和硬盘包装在一起的还有一张银行卡, 估计是朱红军的小金库, 再不就是朱红军贪污受贿的钱, 可是纪委仪调查朱红军和朱红军有关的东西, 应该都被列入调查对象了, 估计这里面的钱应该已经被冻结了。 看看不就结了, 你去洗澡, 我打开电脑连上数据线, 看看里面是什么东西。 夏和惠伸手从丁长生手里拿过硬盘, 向屋里走去, 丁长生乖乖拿上浴巾去洗澡了。 可是, 等丁长生洗完澡再出来时, 他居然听见自己的书房里传来奇怪声音, 而且还挺大。 急忙跑过去一看, 夏和惠一手捂着自己的脸, 一手指着电脑屏幕, 你, 你, 弄得这都是哪跟哪呀? 这是什么东西? 都哪来的? 修的脸和关公寺的? 我也不知道, 这是一个朋友给的, 啊, 居然是他。 丁长生这下直演了, 电脑上演三级片的, 居然是唐健和一个不知道是谁的女人, 这人真是太熟悉了。 我的妈呀, 看来朱红军不仅仅掌握了郑小爱一个女人, 而且也不是掌握了蒋文山这一个官员的私生活, 难怪有人要他的命。 可是现在这个致命的东西, 落到了自己手里, 要是传出去, 肯定会给自己带来无穷无尽的麻烦。 这男的是谁啊? 你认识? 看到丁长生吃惊的表情, 夏合慧转身问道, 妈的, 这是我的领导, 上午还在一起开会呢? 那, 这个女人是谁啊? 说不定是唐健的情妇吧? 丁长生嘟嚷了一句, 没错, 就是郑小爱和蒋文山, 虽然这段视频一看就是偷拍的, 但是视频质量还是可以的。 过了一会, 丁长生重新回到电脑前, 开始按照朱红军标注的每一个文件夹打开看, 看的内容触目惊心, 看来朱红军早就有准备, 如果谁掌握了这个硬盘, 那就等于掌握了湖州市的官场, 可以说, 这个硬盘的拥有者, 就是湖州市的地下统治者都不为过。 方方面面, 各行各业的头头, 先有不在朱红军这里留下痕迹的, 最后是一个文档, 足足有十几页长, 内容只有一个, 那就是从朱红军手里一共送出去多少钱的礼。 通过这些东西, 丁长生才慢慢梳理出来, 原来湖州义中在近三四年的时间里, 进行了大规模的土木工程建设, 几乎将学校里所有的房子都推到重建, 教学楼, 宿舍楼, 这里面涉及到的工程总额几千万, 充分利用上级拨款和社会福利机构的捐助, 把湖州义中整个翻新了一遍。 这些利益交换正是在这个过程中产生的, 所以, 朱红军小心地利用自己手里掌握的所有资源, 为自己的前程谋划的天衣无缝。 按说, 如果没有朱红军主动去招惹郑小爱, 他也不会有这样的下场, 可是归根到底说起来, 还是因为丁长生这个教育督导师的副主任惹起来的。 要不是迫于社会压力, 郑小爱也不会想将朱红军吊开, 正是这个吊令推到了第一块多米诺骨牌。 想了很久, 丁长生想将这块硬盘毁掉, 可是想来想去, 又拿不定主意, 换做任何一个人都会这样, 可是这件事又不能找个人来商量, 即便是仲华也不行。 他拿定了主意, 这件事, 在这个世界上, 现在只能是自己一个人知道, 多一个人知道, 就多一份危险, 要是让这些人知道, 有这么一个东西存在, 他们不介意使用各种手段, 让丁长生死伤一百次。 丁长生孤零零一个人躺在床上, 虽然很困倦, 但是一点也睡不着。 他不禁想起来, 电视剧《雍正王朝》里, 有一个人叫做任伯安, 这小子干了一件惊天动地的事, 就是记录了百官的种种不为人知的劣迹。 这些记录本, 取了一个很好听的名字叫做百官行术, 如果谁掌握了这些记录本, 可以说, 就基本掌握了整个朝廷。 那自己手里这块硬盘算什么, 虽然赶不上百官行术记录的人多, 可是也足以掌握了胡州市的官场, 不知道这算不算是胡州市的百官行术呢? 有点很多, 可是缺点一样很致命, 如果用得好, 可以使自己平不清云, 扶摇直上, 可是如果用得不好, 就有可能招来杀身之祸。 丁主任, 我们真去啊, 要是万一出不来怎么办, 你看看这架势, 我总感觉今天不太好。 程倩倩小声地对身边的丁长生说道, 其实, 要说到和拆迁户门斗, 程倩倩的经验要比丁长生丰富得多, 丁长生看了看程倩倩, 没说话, 她的右边站着副市长唐健, 再远了就是昨天开会时, 各个局行的一把手或者是负责人, 丁长生也是第一次看到这种情况, 上百的武警和警察全副武装地在外围负责警戒, 而那层则是城管局的人和拆迁公司的人, 只是不知道今天这些拆迁公司的人是不是郑小爱公司的。 破拆机、推土机、挖掘机已经准备就绪, 而与之相对应的则是拆迁户门也是严阵以待, 但是他们能干什么呢? 他们唯一能做的就是躲在屋里不出来或者是站到屋顶上, 意思很明显,你来拆吧,我与我的房子共存亡, 人在房子就在,人不在了,房子也随你拆。 这让现场指挥的唐健很是挠头, 虽然这样的经历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现在湖州市的老百姓都管唐健叫做拆迁市长, 更有甚者叫他唐拆迁。 小丁,你们再去做做工作, 我们再给你们一个小时的时间, 如果到时候还不行, 我们就要抓人强拆了, 而且他们该有的奖励一分钱也没有, 告诉他们,如果谁阻止拆迁, 谁就是湖州市的罪人, 谁就在干阻止湖州发展的事情, 这样的人清除出湖州市也罢。 唐健说的斩钉截铁, 说实话, 如果换在以前, 丁长生肯定认为唐健是一个很正直的官员, 站在他的角度上, 为了城市的发展, 他所做的事也是不得已而为之, 牺牲小我, 成就湖州市这个发展的大我。 可是昨晚刚刚在朱红军的硬坛里, 看了视频里唐健的丑态, 此刻即便是同为男人的丁长生, 也感觉有点恶心, 人看人, 最难得就是看清一个人的两面性, 如果看到一个人的两面性, 即便是你伪装得再好, 又或者是表现出的善良和正直是人性的主要方面, 那么你也不会再相信这个人了。 唐市长, 我担心我们现在去做工作作用不大, 而且很可能会激化矛盾, 适得其反。 丁长生说道, 成倩倩一遍遍提醒自己, 这个时候不适宜去做工作, 丁长生也有点犹豫了, 不行, 在强拆之前, 这一步必须要走, 我们要给他们最后的机会, 这也算是一个台阶吧, 更何况, 我们外围有这么强大的力量, 应该起到了一定的威慑作用, 说不定, 这个时候的工作应该好做, 去吧, 再争取一下。 唐剑的话不容置疑, 丁长生没有办法, 他只能是带着成倩倩先进去看看。 黄浩铭这个家伙, 居然在今天请假了, 说是有点拉肚子, 靠, 像这样有困难, 就往后出溜的人一辈子也不会得到领导的重用, 反正丁长生是下定决心了, 有时间就将黄浩铭从拆迁小组里踢出去, 好吧, 那我们去试试。 丁长生无奈, 只能是带着成倩倩进去了, 他没有直接去某一户, 而是直接去了原来的社区主任赵铁刚家。 赵铁刚家虽然签了拆迁协议, 但是因为还没有找到房子, 所以暂时还住在这里。 对于这样的住户, 拆迁办是允许的, 所以丁长生带着成倩倩直奔赵铁刚家里, 希望这位原来的丁字户领导者 能够起点作用。 丁主任, 你怎么过来了, 我已经签了, 剩下的事没我事了吧? 赵铁刚猜到了丁长生来的目的, 一下子就把话堵死了。 老赵, 我这几天有点忙, 一直没有抽出时间来, 怎么着, 开始收拾了。 看着院子里摆得满满当当的东西, 丁长生问道, 嗯, 再不走就得给我埋在房子里了。 赵铁刚说道, 我这次来没有别的意思, 就是关于你儿子的事。 我昨天打了个电话, 找了个关系问了问, 咱们省军区特战旅, 今年可能要招人, 怎么样, 你孩子定下来去哪里了吗? 到时候, 要不要找找关系, 要到特战旅去。 丁长生不谈拆迁, 只谈赵铁刚孩子参军的事, 这下实实在在地挠在了赵铁刚的仰处。 而且对于曾经当过兵的赵铁刚来说, 他非常明白特战旅是怎么回事, 那是军人至高无上的荣誉, 进了特战旅, 那就意味着你比一般的军人高出好几格去。 还没呢, 这几天我忙着搬家, 所以也没有来得及问, 丁主任, 坐一会吧, 我们喝点茶。 赵铁刚和丁长生再次套进户道, 喝茶就免了, 外面唐市长下了死命令, 又给我一个小时, 要是还有人抗拒不签协议, 马上就进行强拆, 我们得再去做做工作, 无论如何, 不能让别的地方的拆迁悲剧在我们这里上演。 说完, 头也不回地出了赵铁刚家的大门, 赵铁刚的老伴看着正正发愣的赵铁刚, 上前用胳膊倒了一下老赵, 看啥呢, 这个丁主任说的可是真的, 他能帮咱儿子, 看起来是真的, 要是真像他说的那样, 那咱儿子要是能进特战旅, 那这辈子就是军人了, 说不定到时候还能混上个一官半职呢, 特战旅, 哎, 那是我一辈子都想去的地方啊, 赵铁刚不无遗憾地说道, 那你还愣着干啥, 还不去找这个小丁主任说说, 哪怕送典礼也行啊, 哎, 你知道什么呀, 剩下的这些人都是铁了心要和政府玩到底的人, 哪是那么好劝的, 要是好劝早就签了, 还能等到今天, 那, 咱要是不帮他们, 是不是咱儿子的事就没有赢了, 老婆子, 你还看不出来吗, 这个小丁主任年纪轻轻, 其实很老辣, 一上来就抓住我的罩门了, 要想咱儿子有个好前程, 我就得帮他去对付那些乡亲们, 你说, 这该咋办呢, 赵铁刚一筹莫展, 去去去, 赶紧去, 是咱儿子的事要紧, 还是你的名声要紧, 再说了, 他们签不签, 那是他们的事, 你得让丁主任知道, 你尽力了, 赶紧去, 快点滚, 赵铁刚的婆娘凶悍地吼道, 程姐, 时间太紧了, 这样吧, 我们分开走, 你走几家, 我走几家, 这样看看能不能走个十几家, 剩下的我们也无能为力了, 注意安全, 有失打电话, 丁长生对程倩倩说道, 见到丁长生这样说, 程倩倩也不好再说什么, 三十分钟的时间很短, 丁长生刚刚和一户人家谈得差不多了, 而且不得不说, 唐剑今天叫这么多人来, 还是很有威慑力的, 至少第二个走的这几户, 都已经表示要签协议, 毕竟, 胳膊拧不过大腿, 这房子是早晚要拆迁的, 早拆了还能多给点补偿, 要是被强拆了, 想要那点奖励, 恐怕也是不可能了, 可是, 就在丁长生想和唐剑申请一下再延长一个小时时, 曾经的社区主任赵铁刚跌跌撞撞地跑了进来, 还没等进屋, 就大喊道, 丁主任, 出事了, 出大事了, 丁长生很反感, 耐着性子问道, 怎么了, 出什么事了, 程主任那里出事了, 他, 他被绑架了, 现在正在屋子顶上呢, 你快点去看看吧, 丁长生听到这里心里一凉, 娘的, 还真是让程倩倩说对了, 真的出事了, 女人的感觉就是比男人强得多, 到底怎么回事, 丁长生急忙向外走, 一边走一边问道, 哎呦, 这一家是最难缠的, 之前谈过很多次, 根本就是由言不尽, 而且程主任也进去劝说了, 但是被人家关上门, 弄到屋顶上去了, 看样子是要顽抗到底了, 而且, 而且, 而且什么? 说, 丁长生一边急不可耐地吼道, 一边快步跑起来, 向事发地点跑去, 而且, 刚才我看见老丁和儿子 把自己身上浇满了汽油, 呈主任, 呈主任身上也浇上了汽油了, 我担心, 丁长生根本没有听到他说什么, 丁长生听到汽油时, 他的心里已经是拔凉拔凉的, 要是程倩倩真的出了事, 估计他会后悔一辈子, 程倩倩不止一次地告诉他, 这时候却很危险, 可是自己不听, 一意孤行, 导致出了现在的事, 早知道这样, 自己应该和他一起的, 可是现在说什么都晚了, 丁长生感到时, 外围的人已经围了上来, 唐剑就站在丁家的大门口, 看着大门旁边屋顶上的兄弟俩, 这两人将程倩倩牢牢地控制住, 并且一只手里还拿着打火机, 另一只手依然提着汽油桶, 看得出, 塑料汽油桶里依然有半桶汽油没有用完, 小丁, 这到底怎么回事, 让你去劝劝签协议的, 怎么搞成这样子, 唐剑一剑丁长生活蹦乱跳地出现了, 立即大发雷霆问道, 唐市长, 现在不是发火的时候, 现在赶紧商量怎么营救人质吧, 丁长生也是满肚子活, 可是现在他不能发火, 先把程倩倩就出来, 再说别的, 这还用你教, 出这么大的事, 你等着挨处分吧, 唐剑大声训斥道, 他倒是忘了是谁让丁长生两人去对拆迁户做最后动员的了, 唐市长, 这样吧, 我去和他们对对话, 看看情况到底怎么样, 丁长生不安心就待在这里, 毕竟程倩倩也是自己的同事, 而且自从自己到龙岗街道办以来, 程倩倩对他还算可以, 他于公于私都不能站在这里等着, 你回来, 你去有个屁用, 谈判有谈判专家呢, 不用你, 你给我待这里老老实实反省, 唐剑怒不可遏地说道, 他担心丁长生已去, 搞到问题矛盾变得不可收拾, 他发现, 这小子真是能惹事, 这个时候, 武警已经不是在外围了, 他们到了最里面, 而且和警察和兵一处, 正在处置程倩倩被扣为人质的事情, 城管局倒是成了最外围的维护秩序的人, 但是有一点, 那就是事情不可能瞒下去了, 唐剑立即将这件事报告给蒋文山和石爱国, 不一会, 石爱国驱车赶到了现场, 还没有唐剑将事情汇报清楚, 是公安局的一把手李法瑞和副局长谭大庆也乘车到了现场, 老唐, 这件事一定要处理好, 千万不能出人命, 要是出了人命, 嘿嘿, 估计你我都得挪位置了, 听完唐剑的汇报, 石爱国叹了一口气说道, 说这话时, 丝毫没有避讳在身边听汇报的李法瑞和谭大庆, 言语之间, 沧桑尽险, 市长, 这件事我一定会处理好的, 两位局长, 这件事就拜托你们了, 唐剑和李法瑞, 谭大庆分别握握手说道, 好了, 这期分享到这了, 我们下期继续吧。